而另一起事件则关注是前台中太平明代倪芳荣 她酒驾闯红灯还撞死了三岁小男童的事件 她手部骨折变成自己失忆了 躲在医院里面躺了四天 但今天上午被依照公共危险罪跟过失致死罪移送把办 面对追问她终于吐出了对不起这三个字 但小男童的妈妈忍不住哭诉 她到现在根本没有接到对方的电话 小孩走了家也因此毁了 撞死小男童的前名代倪芳荣龟缺缩躲在医院四天 上午搭上救护车移送地检署 从救护车走下来头部有擦伤包上纱布 左手骨折用吊带旋转 双脚没有受伤却硬要坐轮椅 不断右手遮住脸 事发至今没有跟家属说一句抱歉 面对追问终于开口 家人在旁边不断缓夹 倪芳荣说自己直到早上头脑才清醒 但这句对不起是对媒体说的死者家属感受不到诚意 死亡的小男童她的妈妈脚受伤 一搏一搏地走着 形容自己有如行尸走肉 我抱她整个头都是血 她这样给你挣扎 心里的痛难以形容 原本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帮儿子过三岁生日 家中的玩具脚踏车判不到小主人 因为前名代酒驾肇事 一家人天伦梦碎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